這裡有一個黃通洞 正傳那裡比較猛鬼 被弄的時候 後空是有力量的捏著你 每一個屍體都有靈魂的 如果這個胚胎是真的有靈魂 那它一定會出來了 我這麼辛苦才找到那一月生活 為何你會離開 最好合作 否則我會叫四天打走你 這麼厲害,大中海 你一直都沒有走 你們做甚麼 跑掉 謝謝… 打無恨 其實你剛好好像當英靈的風風 有一些不關正的事 我侮辱身,你們有 好,歡迎所有友善電視的嘉寧觀眾 收聽我們強勢回歸的怪談 當然依然有我主持了很多年 怪談的梁思浩 好,介紹我的拍檔 就是鬼妻沈寶儀,阿夢 大家好,如果各位不幸被靈體騷擾 或者家裡有鬼出現的情況 也可以電郵我們的怪談郵箱 我們的工作人員會很快聯絡你了解情況 除了阿夢之外 當然就是近期專門搞這些 就是觀眾真實求助個案的簡迅惠師傅 你好,大家好 說到這個就是觀眾的真實求助個案 在這裡多謝所有觀眾對我們怪談這麼支持 求助個案多得不得了 有來自中山、新匯、廣州、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加 都說了,加拿大也有 有很多不同的求助個案 是的,我們很多觀眾都想知道 怎樣可以防止被靈體騷擾 我想跟我們保持身體健康沒甚麼分別 如果你的身體是好,你又沒有疾病 跟你預防鬼的原理是一樣的 你自己一定要保持身體健康 人有三衰六王,大家都知道 但求助個案裡面,我看了有些 他偶爾在酒店或在街上 眼尾看到有鬼 他又要求助了 他說,糟了,我看到鬼 會否說是偶爾一次就不用求助 是需要一段時間才求助 我相信是一個持續性 有持續性才會是你自己本身有靈體騷擾 要持續多久,譬如說唱技 多久看到鬼 即是不行了,我真的能接觸到靈體 我可以給你一個比喻 如果你偶爾咳一、兩聲 你不會覺得自己病 但如果你持續了咳一個星期 你會不會體生? 會,當然會 絕對好 即是你持續被靈體侵襲 或者持續… 你選擇最長的,師傅 你的個案是持續多久? 最短可能會一個星期 但最長的45年 45年都被那隻鬼攪拌 45年都跟那隻鬼相處 真的挺恐怖 這些真的要求我們幫忙 但今晚這個個案 其實這個事主叫我們幫忙 他一直被那隻鬼攪拌了多久? 攪拌了三年 他們倆上中山這個求助個案 看看 有三年,我們租一間別墅玩 我們去開電影 被弄東西的時候 後空是有股力量的捏著 其實這個就是鬼看頭 你叫甚麼名字?我怎麼稱呼你? 我這麼辛苦才找到那個藥蜜 我為甚麼才會走 今天我和簡師傅上來中山這裡 因為有個案是向我求助的 這個案是他提出自己如何去某個地方 而是懷疑在某個地方被鬼入身 首先我們可以追尋 為甚麼要在某個地方上到身 以及那個地方又為甚麼 會有靈體在那裡聚居 而又會入到他身 就是這樣 你是否要同學? 是 在這位簡師傅 是 你是否去簡師傅 在廣州的阿潘那裡求助 他說你有事 是 其實你為何發現自己有事? 在我們租一間別墅玩 去開八年 然後我不舒服 然後我出去吐 吐了之後就這樣 一說被弄東西的時候 後空是有力量的捏著 是早上的 早上差不多五六點鐘 即是凌晨的時間 是 簡師傅 我們現在是否回去出事 我們怎樣去看 我們找了去看看 豪仔 你被靈體上山時是怎樣的? 有一股思維在身上 然後強行控制你 我告訴你跟他搶身體的主導拳 是 是一把女生聲 女生聲? 是 幾大年紀多? 大概十七八歲 差不多 其實前後這個靈體跟了你多久? 也有三年 嘩 三年這麼久? 是 哦 簡師傅 豪仔這個情況 他這麼清楚自己在哪裡出事 是否容易一點去驅斜?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源頭 如果我們找到一個源頭 我們很希望在一個源頭那裡 拿點功課 令到我們白費翠翠 驅走了應有的靈體 是 這個山莊以前是革命的根據地 其實這裡 老人家傳下來 都比較多的古靈精華 哦 有庭物 是 是 是 我也知道 有庭物 有庭物 有照片 又多了一個頭 或者這樣 那些照片都會有 這裡有個叫做黃冠洞 以前打仗 人們會躲進去 正常那裡是比較容易鬼的 所以就不常被人去到那裡玩 跟當地居民 了解過別墅區的靈異傳聞之後 豪仔就帶大家 去他出事的度假別隧道 追尋真相 做了另一間屋 我沿途上來我都看到 你說這裡會有很多靈體 我又不覺得 一來它是旺 二來它是很開躍的 是 你看我這裡還是特別高了 我們越高 瘦的氣越重 就是說臘氣是很漂亮的 我們不如是回到他那裡 那是由你看看可不可以 問到他裡面 他的靈魂 究竟他為什麼會存在在他的身上 好不好 我順便我也想看看 家裡會困住他的靈魂 困住這麼久 或者我也幫他 看一看他的肩膀 最初我們剛才就想到 就是會由剛才我們看到的地方 可能會否辦到一些山神土地 但是我現在回到這裡 我全部都過去搬了 我心想這裡會有問題 基本也挺大 伯爺 我這些全部都是你供奉的 你信佛教的 是的 我信佛 他作為我就是祖先 有個香爐 祖先牌 一個地主 這個門關就很有問題了 那麼… 用一隻手探 我的陰器會扯起來 扯得很厲害 那甚麼是門關 守門口的 好的,守門口 是 老伯爺,守門口 這裡是門口嗎 你防止陰靈會進來 你的房子就放在外面 因為它只能寄居門口 就不能進來 但是你放進來 那會怎樣 那就請他們進來 是 那你請了外面的東西進來 那你變成了 那會有甚麼問題 反而家屋裡就罪了陰 很多… 那為甚麼呢 如果一個不規則的東西 就由這裡一引起 那你請了進來之後 連祖先、地主 包括你的墳墳 全部都不會有神下來 是 祖先亦都不歸 我們再看看 那我來這裡 這個又是天神 是,天神 即是這裡佈滿靈體 屋裡也佈滿靈體 弄得豪仔也很有問題 剛才脫了帽子 我就不覺得 我看到後面有一塊東西 對,師傅 對,師傅 其實是甚麼 這個我都不知道 有頭髮嗎 是何時開始這樣 不是,是頭髮 不是這樣 何時開始… 經常好像有東西給魔 給魔嗎 是你自己… 不是 其實這是鬼看頭 也是一個鬼在身體的訊號 譬如是乳痕 被牠撕 被牠撕 還有鬼看頭 都是一個訊號 對 不要緊 現在我終於找到一個源頭了 好啊 不如我們試試問一下 這個靈體裡究竟是想怎樣 可否反而幫你帶牠走 好,不如你試試 好啊 我看了這個個案 我只想起一句 香港的名句就是 買錯胸圍,戴錯bra 這些就是求錯菩薩,戴錯神 剛才我看影片 豪仔不是有些鬼看頭 簡師傅你說被鬼撕 也是一個徵兆 還有甚麼其他徵兆 是代表我們被鬼搞的 這些就是我們比較專業的去看 對,譬如摸牠的手有沒有陰氣走出來 這個是很明顯的 是你們一摸就摸到的了 摸到,很明顯的 因為如果牠是有陰氣 牠的手大多數都是很濕的 很濕 另外很冷的 摸下去就完全… 一這樣就感覺到陰氣扯出來 記不記得上次那個電梯 記不記得那個男生 你摸著手是怎樣的 很冷的 是的,很厲害 我也想跟簡師或觀眾分享一下 其中有一個女藝人 就一年… 他很錯 大概十五年之前 他就是這樣 神不可以隨便買 亦不隨便擺放 他就在泰國請了四面神 有人請四面神回香港 也有 但大部分是放在哪裏呢 就是露台外面 但是他就供奉了客廳 直接放在客廳的中間 每天都上香 到尾 他整家人都生癌病 是啊 生癌症 有些人就說神根本沒有賭 他就養了鬼在那裏 而令到全家人生癌症 到最後就請師傅一提 誰教你放東西在這裏中間 你知道這些不能入屋嗎 入屋後是很大的事 怎麼搞到整個屋都是鬼 那他令到家宅 這些叫家宅錯了 其實他們是一個有法的土地 你也看見他 他只是放在路中心 他也不是入廟 你能入廟才是神 你在外面就是土地 土地怎麼可以放入屋 你放入屋有法的土地 就會令到你們的身體 會把你們的氣 即是錯了 明白 變成真是那個神 就不會到了 你都等於一件事 你請我去表演 你擺不合位置 我也不想來 是嗎 這個道理是大家希望 看完我們今集之後 大家明白 不要拜錯 你拜錯就變成剛剛相反 你求的東西 是求不到的 好了 我想問 另外一個藍藝人 他有一年在廟街裡 買了那些類似尼泊爾的像 放回家 是 他就一直走衰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不知道神本身是怎樣供奉 或是他本身是甚麼職位 如果你在外國 你買了一個耶穌像回來 你裝香 你又不知道他是甚麼 明白… 他出現了甚麼問題 明白… 方法錯了 你簡直… 不是 叫做供祂的方法也錯 沒錯 所以這個世界每天 最重要的是甚麼 每個星期Easy看我們《怪談》 很多字式學 人都各個行運 稍後回來繼續聊 關你們甚麼事 最好合作 不然我會叫四孔打手你 這麼厲害? 你打手我 你們還在做甚麼 我不要不走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怪談》 稍後的午夜空靈 請來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年輕元學家 林詩恩師傅 林師傅會跟我們分享一下 馬來西亞的靈異傳聞 亦會跟我們用一些很獨特的方法 看看我們家居的風水 這個方法我剛才林師傅來了 我們在直播之前 跟他聊了 原來很科學 原來他說在地球上 每一間屋 他們看甚麼 正是看風和水 大家可以打電話來試試 他用Google Maps看 很有趣 好,我們馬上回到中山的現場 稍後聊天 為了幫浩仔找出被鬼上身的原因 大家去到事發地點 但一無所獲 最後發覺真正的源頭 竟然是他的家 為了徹底解決問題 簡師傅決定逼女鬼現身 2、3、2、3 你是哪位啊? 我們能幫到你嗎? 你想說就說出來吧 師傅在這裡幫你 你看這個情況,他已經來了 其實豪仔,這麼小 你不要再霸佔著他的身體了 你喝了需要就告訴我們 我們很希望可以幫到你 關你們什麼事? 但是你不可以攪著豪仔,是嗎? 那我會跟他做得出出發發的 是肉身來的 什麼叫做肉身? 人家有家有自己的 人家有自己的生活 你不可以霸佔別人的肉身 我這麼辛苦才找到那個肉身 為什麼你會走? 你最好合作吧 不然我會叫他四天打走你 這麼厲害,是不是要打走我? 是 你叫什麼名字?我怎麼稱呼你 你給我一個名字 我也可以稱呼你才行 為大家怎麼稱呼 是嗎? 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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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杜,是嗎 你是杜小姐嗎 你有沒有方法直接走出來? 有沒有? 好 我打算跟他上去身邊 有個肉身嗎? 或者… 我沒有肉身,你們有 但是你已經死了 你怎麼可以霸佔別人的肉身呢? 個個死的人都沒有肉身的 是嗎? 杜小姐 首先給我一個警告你 如果你還是… 打算住學生 是 我選師傅就會打你走 你可不可以自己出來 我們不想傷害你 我們怎樣怎樣 你都好像被火燒 你知道嗎? 我也是 待會生活了這麼久 你們突然之間要趕我走 那你是違反了人的規律 明白嗎? 明白嗎? 是 紅酒 剪定之香 封就一定去手指的服務 你們做甚麼 要是你自己出來 小心… 不要令到手指的 好,印王 寫著木舟 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 我不走 你出來吧 不敢 不敢 有 好, 休息一下 深口再落後 收藥 好 回來了 可以嗎? 好嗎? 舒服了嗎? 有褲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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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褲子給你吃 封在手指上 脆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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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剛才我看到你很辛苦 你自己知道嗎? 你當時感覺到甚麼? 心頭好像有事要 你知不知道有個女人在跟我聊天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我意識控制不到 但我剛才看到你真的抽光 你也是很辛苦 很辛苦 待會師傅給你一些符水 好,你先喝酒 一旦喝完 好,現在… 你先看看房間 你一定要先提醒你的精神 好嗎? 儘量不要偏離另一個思想 我儘量在短時間之內 將你的陰氣全部擠走 好嗎? 雖然女鬼被壓制 但是由於豪仔給他前身已經一段時間 仍然要進行多次的法事 才可以將他身上的陰氣完全消除 然後簡師傅吩咐徒弟 將他家裡所有的香爐封住 還要豪仔搬走不必要的神位 奉印所有靈體出沒的通道和寄居之索 在這段時間 我們自從有這個 觀眾的真實求助個案 可以說我們的怪探獅子隊 和師傅他們馬不停蹄 差不多走運 全都在東南亞 去看你們的個案 但是簡師傅 剛才我尾段那時看到 你的徒弟就將他的屋裡的所有的香爐 是倒插香的 這個是什麼方法? 或者我自己在家裡 可以這樣做嗎? 其實香爐是一個訊息 就是你平時的莊香是一個訊息 是一個問候式的 如果你現在不用這個香爐 你就倒插它 倒插它 就是告訴你我退爐 我退了它 另外他再用手引的法科 就是我們的法科東西封了它 其實如果有些人不要的話 也可以這樣退掉 即是切戶口 簡單一點 切戶口 可以這樣說 是 簡師傅,我想問你 阿豪仔這個情況如何? 現在暫時已經好轉了 但是我們也要持續 幫他利用法家的東西 讓他退掉所有的陰氣 讓他慢慢的氣 變回靜的氣 沒錯 我跟觀眾的一個疑問 經常都會到處走 為什麼阿豪仔會遇到這隻女鬼? 每個個案都不同 沒錯 因為他家裡本身已經太多了 趁著那些靈體收藏在香爐裡 如果那個人那段時間是弱的 那他便會黏上身 其實他上身 沒有什麼特別是指定是他 只不過是誰可以上身 他便去哪裡 所以身體弱 沒錯 對嗎? 我經常是簡師傅都說 你暈倒身體 陽氣不夠 陽氣不夠 就黏上 暈你好就自然 很難惹到 這些東西 我想問簡師傅 個案相當多 轉回來的個案 我真的告訴你 很多男男女女 老實說 有些未結婚 有些結婚 有些結婚 你也會走過來 交歡一下 交合一下 如果意外有一小孩 你又不要 那些小孩就會變成英靈 有機會 下一個個案 就是要說這件事 因為我們每次說這個話題 無論是電話 都是上次的 很多 即使是個案裡面 也有很多 我們稍後回來 就會說一下 究竟 其實怎樣才會惹到英靈 是否每個人下世後 或者人工 即是停止懷孕 是否都會 首先 我們跟家庭觀眾說一下 下一個個案 可能會引起家庭觀眾不安 因為你們會看到一件事 其實平時比較少見到 因為他們兩位 去到你第一眼 看到那件事 你怕不怕? 都怕得 都說了 是一個人 是 即是 簡直是 眼看著一個人 是 是否已經有手有腳 是 你先形容一下 有手指 手腳這樣曲 摺起來 頭好像一顆 蠶豆仔 是這樣的 原來是 媽媽的肚子 是這樣的 是 好了 都聽了夢說 大家猜到 下一節回來 會看到些什麼 但師傅 現在先開一點 是否所有人 不要新鮮 都會遇上 自己不要的新鮮 又未必 未必 都要看情況 而情況就是 你不是賣關子 不說下去 說少許 其實它本身是一個細胞 但當它懷孕到某一個時間 就會出現靈魂 那個時間是多少 你不就更令我 一定要看 究竟懷孕幾次 不要細胞 少許夜上的靈體 稍後回來繼續聊 十年前 初戀女朋友 她摸了之後 突然有一種衝動 我就想說要把寶寶走 摸了那個寶寶那個 是否放在家裡 就在那裡 摸了回來之後 就會經常都看到那些東西 在補充上 真的好像看到那些手腳腳 對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怪談》 不要緊接我們的節目 就是五夜空靈 今晚我們會請來一位 來自馬來西亞的嘉賓 叫做林詩恩師傅 他會教我們 放一些很獨特的 街居風水陣 大家有興趣 打來我們831 121 跟我們分享靈異經歷 說到風水 知道嗎 在家裡放了一張床 很重要的 有些人說 放錯了床 就很容易沒有子生 是嗎 是嗎 有一次我聽了一個 因為這些是別人的私隱 有一對藝人 結婚了很多年 都沒有兒子生 然後師傅去到他家裡 你把床放在那裡 桌了多久 桌了多久 都掉出來 是呀 他把床搬回那裡 就有兒子生 風水這件事不要不相信 風水在那裡生氣 間師傅也知道 他進去的時候 看這些氣 哪有住人的 如果有問題 都可以帶我來問 當然了 說到剛才說 小孩子究竟桌了多久 就被有英靈 大家看看 是 一直以來 就會經常見到那些東西 因為牠在那裡 我覺得心情越來越得安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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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傳 有 警員牽扯 有 斬無俠 有 肝無俠 有 淫斬一日 有 淫藥無俠 有 她說跟最初的女朋友有了個嬰兒 因為環境的問題就沒有要到嬰兒 但是之後一直都好像受到 那個嬰嬰女SoulSky 所以我們都要看看她的情況 接觸過廣州這位朋友的求助個案之後 大家都知道是跟嬰嬰有關 不過當去到市署家的時候 看到的情況 竟然令到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感到惡嚴 好 謝謝你 阿Biel 好像說你的嬰兒是放在家裡的 是 放在哪個位置 這裡嗎 這裡是春梅 真的好像看到一些手手腳腳 其實你剛好少少好像當嬰嬰 這樣去工作 嬰嬰是指一些不幸留產 或者人工墮胎 而無法出生的BB鬼魂 有傳言說 特別是人工墮胎的嬰嬰 因為被摸奪出生的權利 所以會心懷怨恨 對父母或所有家人作出報復 輕則百病前身 運情衰落 嚴重的話 甚至會奪去親人的性命 到底阿Biel的情況 是不是跟一起生活了 超過十年的BB嬰師有關的呢 每一個屍體都有一個靈魂的 是 嬰嬰我們要看它 去到多少個月 如果你是超過了四個月打喉 開始有靈有態 就會有一個嬰嬰在每邊 如果這個胚胎是真的有靈魂的 如果它這樣去收藏和供奉 那它一定是出來了 甚至乎是會叫你的 那為什麼現在很多人 好像當寵物那樣的養鬼仔呢 那就是說養古曼燙也好 或者是養鹿角也好 那實實在在就真的有一個鬼仔 是走出來的 但是它好像暫時毫無感應 所以就是 嬰嬰其實就是 雖然是由細胞來組成的 所以是去到某一個時間 它才會有靈魂進去 就不是說一結了一個胚胎 就會有嬰嬰 所以我相信現在這一個 就是燈香正面的標本 簡師傅說 感應不到BB胚胎有陰靈存在的跡象 雖然事主的家裡確實有陰氣存在 但是跟BB胚胎是沒有任何的關係 至於它為什麼會運程衰落 感情失敗、情緒波動 甚至在家裡也見鬼 原來是另有原因的 我剛才也進去看過 左青龍 你看看青龍的位置 它是藍色 是 青龍的位置是絕到包得很含 證明它在這裡 一直以來的身體 運程都是很差 這個是它的運 跟著它住的環境所演變出來的東西 最近它還裝了香 你看看 馮珍裝香是一個順色 它很喜歡收藏一些礦物 有能量、何物 馮是有能量、礦物 會吸引一些… 會的 因為靈體很喜歡… 需要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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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是令到它充實 你又有香又有礦物 令到靈體很喜歡聚居 我想阿彪 你也要想辦法去… 去處理 去處理了它 因為始終這是人的遺體 我看見你都沒有真正的… 去裝神或是無性 那不要再裝香了 現在博力先把這個位置 因為始終它來的位置 就是經常勝利裝香 從這個位置走出來的 天、地、智、封、道、如、神 此間土地神之聚靈 通天達地出憂 入命為吳朝關 有功之日明書上清 敢有不服者 不遂化為灰塵 水石之靈日月之精 中創不斗內有三代 一灑天清 二灑鬼滅亡 三灑人長生 四灑四方方吉利 五灑鬼人亡 вел靈地打仗 接著我們就回神探 不知道有甚麼方法 到達份警 阿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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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胚胎無英靈依附 但是簡師傅都希望阿彪 能夠讓嬰兒安葬 讓他有一個真正的貴宿 阿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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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說回 無論任何香港人 擁有遺體 甚至人骨 都是犯法的 最近大家也有看新聞 有些人說 聲稱自己去帶一些 嬰兒的屍體回來 那些要抓 切物 因為香港有法例保障 完全不能 私自擁有任何遺體 無論是小孩或是大人 甚至這些叫做胚胎 都不可以 我們這次的胚胎 就是他不想要 所以不要小孩 但我想知道 如果有些人 懲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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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懲 因為那個嬰嬰 既然他流產了 即是沒有了 他應該去回我們俗稱所說 叫鬼世界 為何他一定要跟著父母 跟著家人 是因為他還未出生 還未出生 他還未出生 他真的不是這個宗 祖先不能把他的靈魂帶到鬼世界 因為他還未入到祖先那邊 是的 他出生之後 他又去不到鬼世界 他就被迫著 被迫著跟著父母 兩頭不到岸 就是兩頭不到岸 他就跟著這個人 跟著他的家庭 跟著他的父母 所以如果真的這麼不幸 七、八個月 那也是很麻煩 通常我們怎樣做呢 就會在他家裡 你不喜歡安神委 是 會安上地主位 地主位就在他旁邊 在地主旁邊 我們就會跟他再安上一個位 是 就會安上一個爐 但是每逢過時過節 你都要燒一些衣服給他 或者燒一些玩具給他玩 因為地主就是看著這個小朋友 是的 因為我真的 我做了掛談這麼多年 我看到有些叫做門口地主爐 下面摘了一個名字 是的 那個是他出不到小孩的小孩 那就是交給地主照 他們說交給地主照 是 就照照他 但是不是門口土地 是屋裡面的地主位 我要分解清楚 不是放在門口 不是放在門口 是屋裡面地主的旁邊 那就是我們看到那些都是錯 我看到有些門口有個五方土地 他放在下面 然後放入屋 放入屋 放入屋的五方地主位 我們叫地主位 地主位 是 就放在下面 是 這件事很多時候 我經常都說 這個世界 為何永遠都要得到多些知識 是 因為有些坊間的師傅 我叫那些騙子 或者那些叫神棍 是 又告訴那些人 你小朋友沒有了 一個月兩個月 他都會跟著你 是 喂 剛才有沒有聽到 四個月之前 之前都沒有這個什麼 都沒有鷹靈 在裡面 其實它只不過是一個細胞 是 細胞 那細胞不會跟著你的 對吧 你有沒有見過雞蛋跟著你 不會的 是吧 但是稍後回來 我們不僅僅 還有根有句 告訴大家 究竟四個月之前 可以怎樣處理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怪談》 我自己本人做了這個節目 很多年 也挺討厭 叫做來找飯吃的神棍 嗯 剛才上一節說過 有些人就說 哎呀不是啊 你懷疑了一個月 沒有 你也要拜英靈 要搞什麼位 那些又要什麼 收拾你幾千元 六千元 八千 我可以告訴你 簡單一點 就算大家不相信 即是我們的節目 也相信 有些人說這一本書 就是我們中國人的智慧 究竟是什麼呢 在說的是通勝 其實通勝裡面 其中有一頁 有提到小蚊子的胚胎 也提到 其實怎樣會有胎神 進入小蚊子裡 而小蚊子幾多個月 就接著有胎神 胎神接著要去哪裡 你接著要怎樣處理它 所以大家看到 其實這一頁有寫到 那幾多個月有胎神進去的 四個月 四個月 三個月之後 就有機會隨時進去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都會說 他自己有了寶寶 三個月之內 都不知道嗎 不是 不告訴別人 不告訴別人 你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有呀 有呀 玩什麼小器 真的會 中國人很相信 就是傳統 他說胎神 就是一個準備 要進入媽媽的肚子裡 假設大家相信 就是他會準備 做他的兒子 是 他就會到處 準備進去 如果你不停說 他有了 蛤? 他就會小器 不進去 所以中國人 就說三個月 拋了之前 都不能告訴別人 等那個胎神 很安定 進入了 四個月 就可以告訴別人 那些人可以恭喜他 所以你看到現在 很多藝人都是 就是說有了寶寶 是 我全家人都收你的祝福 無論如何都不肯認 因為信且 始終都不想 拋了之後沒有了 是吧 大家也可以看看 這本《中國人的智慧》 裡面也有說到 怎樣 胎兒的胎盤 怎樣運 教你怎樣去保養胎 都有的 這就是中國人的智慧 挺有趣的 好了 你說說到 英靈 我們最近都說了 不僅是真實個案 我們也有些叫做 就是冥婚個案 是啊 我現在每次去街 大部分都問我 真實個案很好看 什麼時候幫我冥婚 冥婚原來有個個案 就是跟胎兒很有關係 有個個案 我還記得他們 整家人找我們 拜託你可不可以幫我 搞冥婚 我說為甚麼 他說為甚麼 他說為甚麼 他很年輕的時候 突然拖了很久 真的嗎 又是沒有了 突然小孩走了 走了 在肚子裡腰折 走了 腰折了 他說他一直 媽媽一直 久不久 知道自己的女兒 是女兒 在夢境出現 他經常說 他女兒長大 小時候媽媽 媽媽在叫他 然後到四、五歲 就跟媽媽說 媽媽,我上學了 你燒書包給我 這樣 他說好,媽媽燒書包給你 他就在門口買些書包 買些東西給他燒 然後再大一點 他說媽媽,我現在大了 我想要衣服 他又再燒 是 整個個案 到最後 他有一年 差不多過世的女兒 17歲 是 有一天 就告訴他 媽媽,我結婚了 我在下面 認識了一個男生 很好的 他說要娶我 你打電話 找他們的家人 我還記得姓謝 好像 你找那個姓謝的家人 我們已經談好了 你們幫我搞冥婚 他就記得電話 他就打去姓謝的家人 他說 麻煩你謝生、謝太太 你是不是陳生、陳太太 是嗎? 就是兒子已經報了夢 原來他兒子也報了夢 說會娶他的女兒 是嗎? 所以他整個就說 你是不是陳生、陳太太 對,你為什麼會知道 沒有,昨天我兒子報了夢 說會娶你的女兒 就說你們會打給我們 所以他後期真的要搞冥婚 因為兩邊,兩邊都不認識 是 真的是一個小孩長大了 對 而也問另一邊 他們在另一個鬼的世界 認識了 所以搞冥婚 因為冥婚其實是一個 中國很長的傳統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這次拍這個冥婚 我自己都拍到聲淚俱下 真的很感人 是的,而且很真實 說回來 剛才簡師傅一開始 說過有一個個案 已經是鬼上身了45年 我跟師傅聽到都很驚訝 其實那個個案是怎樣的 45年 他可不可以清除了那些靈體 為什麼會上身45年 因為他們兩個是一個大家的鄰居 大家在街上玩 好像街童一樣 在街邊玩 誰知道很不幸 被車撞死了一個男生 那個男生死了之後 即是遇到那一刻 那個女生 因為跟她是很好的朋友 就抱著她 那時候她還未死 就抱著她 但是後來她死了 誰知道靈魂 一聲就上了去那個女生 一直依附她 一直依附她 依附到她現在已經五十多歲 她經常都還是在 很靜的那一刻 跟她在那裡聊天 大家聊天 所以她已經知道 現在那個靈魂 就是當日死了那個靈魂 但其實也應該不會害她 她不會 因為她當日幫她 對嗎 對 所以我們幫她去居邪 當時她也極力反對 因為她也不想傷害她 因為她說 這是我以前很好的朋友 論句 也沒有傷害過她 但是我知道 雖然你沒有傷害她 但是你的陰氣 是令到她的身體 出現很多問題 所以始終我們都要 將她 一定要請走 一定要請走 因為長時間 接觸太久的靈體 其實都會對自己 不太好 影響她的身體 不太好 剛才 因為簡師傅說這個故事 令我想起 做了這麼多年 因為我找了很多人 聊天 做訪問 她說 第一時間 譬如有些人跳樓輕生 是… 她還未死得完 還未即場死 她們去到現場 她第一件事不做 就是不看她的眼睛 為甚麼 因為你看到她的眼睛 她就會過來你 不是嗎 真的嗎 所以她們會立刻做事 但無論如何 都不會有眼神接觸 因為她說 當她… 你沒聽過嗎 你看那麼多 簡師傅經常教 不要跟鬼交感 是的 因為如果你跟她交感 雖然她未是鬼 她會覺得 你是她的朋友 她有甚麼事 她來找你 你也說得對 是嗎 乳眼睛 就是會有一個… 你永遠都會記得她的眼神 沒錯 所以她們 如果有機會去到現場 看到未過世的人 她儘量不看她的眼睛 就是一直跟她聊天 為甚麼… 但她不看 因為她怕她突然離開後 下了自己的膏 跟著她 今晚很聽 又很看 但我自己也很心急 在看陸陸續續的 那些冥婚 你們拍的真實求助報案 最重要是甚麼 我經常都覺得 就算說鬼故 都要像我們這樣 說得夠真實才行 100%真實的靈異檔案 下星期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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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